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思獨 之前쪽에我一直接着我們的延主 我們家比規矩的危險 нemp Gro coroner 我們四周都在這延主 對風 judges 下水道的肥料处都在这儿 落大火的时候 烘火的时候都做成零的饮水 让我们的利民收到很大的财产 第一船开工顺利 第二船动土平安 订生产工程圆满 雷鱼包长将鱼都担心 一般的蚝川和一般的牌子都融合一下 过去我们用一百年的饭红标准来做 但是千万的鱼去北华都来都担 草屋防災公园主要是为了人化路 大风路口 原本在熬大雨还是台风 都会造成积淹水的状况 原来考虑到雨水下水道的失色 因为发现在道路底下有台电的特高压 所以我们就改采这个 自宏防災公园的理念来设计 公园的设计理念就是在 浸流分担还有任性城市跟 智慧管理的这三个理念下来做设计 那上下层结构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在小洪水的时候 我们的水是蓄积在我们的下层 我们的上层还可以提供一些 休息跟运动的一个功能 那在更大的一个洪水来的时候 那它就是上层跟下层都蓄满的洪水 大概有一万两成吨的一个适逢量 我们这个案子在一开始初期评估的时候 就其实就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很大 因为它其实包含从路流的时候 然后它的整个四座的结构体 它是分成的 然后它有很多的高地差的问题 那加上它的水溢流 除了它原本从雨水下水道溢流进来 是在下层 那下层它又分到侧边的雨季砖 然后再分到上层的结构 所以它整个高层的控制是很重要 那在有效的供期之内 我们在210日的一天要把它完成 的确是一个很严厉的挑战 我们的上层的一个表面 还有多功能透水铺面的施工界面 以及我们的桥灌木的一个种植界面 包含我们的智慧水管理系统的一个 基电部分的一个整额 因此在施作的过程当中 需要时时刻刻的一个注意 草湖公园制红池系统已启动 水位持续上升中 请民众尽速撤离草湖公园 我们过去大理地区 淹水非常严重 整个区域淹掉 那最近会有积水 但是很快的消退 主要的大淹水数日不退的状况 有着改善 譬如说我们做了草湖防灾公园 下面地底下呢就是智慧池 上面呢变成市民的活动空间 我们都希望把一个都市的排水 在洪峰或是降雨最大的时候 可以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在雨量渐缓的时候 再排到这个 它本来应该去的区牌 三二一请接牌 故事台中 请立 恭喜台中市首座防灾公园 草湖公园正式启用 期盼风调雨顺 谢谢 哇 有缘分啊 对啊 小孩有很多生产 这就是小朋友 这就是一窟里小朋友的区 对 这样就算是真的处理 来这 这个没有学校 还有没有学校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